神的带领 让我们可以放下世上的书物 来祭念安息圣日 来领受主要所在安息圣日里面 想要兴趣给我们的云点和福气 来领受主要书在安息日赏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福气 最后小弟靠着圣灵的带领 要与我们探讨的题目是家里满的香气 乌里满的香气 看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节 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 新约圣经一百四十五页 翻到之后在这里做个记号 我们圣经有一条堂 那个堂拿来拿来书签放在这个地方 圣经有一条带子或者是书签放在这个地方 想要我们就要经记这段的记事 就这个主题来做探讨 上午我们就要借着这一段经文记载来做探讨 我先讨过一遍 在这里先读过一遍 十二章第一节 如果我接征六日 亚苏来到毕大年就是他叫聂杀罗 对西来博物的所在第二节 第二节 亚苏以鼻原色 抹着涕ox好 大数号 立立路在那个东 亚苏你作成人当中 第三节 所以来就提到这间结局的砖 那一瓶子抹押瘦的腳 又用自己的頭門去刺 出來就抹了押的香氣 第四十 有一個問答就是那個中 買買押瘦的自己人 邀待講 第五十 這個瓶子為什麼 沒買三十年輕人 很多散兵人 第六十 他說這個話 並不是掛念散兵人 乃是一個刺 他還戴著錢 相處當中所存的 第七十 耶穌說由他吧 他是為我安葬自立尊老的 第八十 因為相有散兵人 跟你們同在 只是你們沒有相有我 這段是記載 玛利亞用香蕉來救耶穌 這一段是記載的玛利亞 用香蕉來教耶穌 來抹耶穌的腳 來抹耶穌的腳 又用自己的頭髮擦 又用自己的頭髮來擦 聖經記載這樣說 聖經這樣記載 說那時候 家裡就抹了 膏的香氣 那個時候 屋中就滿了高的香氣 我相信我就要用這段的記事 在這裡上午就用這段記事 裡面所描述的人物 裡面所描述的人物 來做我們在信用 學生過程當中 來在我們來做我們信仰 生活過程當中 在學生過程當中 在服飾的過程當中 讓我們做一種的生疏 做省思 讓我們來做學習 做我們的感慨 使我們得以學習成為我們的見解 裡面有幾個人物 我就按照我讀經的心得 就按照自己讀經的心得 就按照自己讀經的心得 信仰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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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跟我們做個筆觸混淆 以為我們大家彼此分享 第一個人物 第一個人物 西門的宜兵 西門的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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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人物 第二個人物 馬大的宿號 馬大的事後 第三人物 第三個人物 立薩路的外見證 拉薩路的活見證 第四個人物 馬里亞的一顆心 馬里亞的一顆心 第五個人物 第五個人物 優大的生氣 優大的生氣 先來說第一個人物 先來說第一個人物 西門的宜兵 西門的預備 看十二張第二節 看十二張第二節 有人在那個地方 把牙縮於鼻原室 這裡說有人在那個屋子裡 為耶穌預備宴 這個人就是西門 這個人就是西門 他曾經生大太高 他曾經長了大麻風 讓耶穌來醫治他 所以這個西門 他感念主耶穌的恩典 這個西門 感念主耶穌的恩典 所以他為耶穌來 以鼻原室 所以他為耶穌來預備宴席 看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節 看馬可福音十四章 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節 牙縮在筆台年生大太高的西門 出來解釋的時尊 有一個努林 拿到一罐玉瓣 寺貴的一罐玉瓣 來打破玉瓣 中國 交在牙縮的頭上 這裡一樣的記載 這裡一樣的記載 這裡就記載說這個人 就是筆台年生大太高的西門 這裡就寫到這個人 就是在伯大尼長大麻風的西門 西門啊 他感念主耶穌的恩典 西門感念主耶穌的恩典 所以他奉獻他的家 所以他奉獻自己的家 來以鼻原室來接待主耶穌 跟主耶穌的門徒 來預備宴席 接待主耶穌和他的門徒 為什麼西門會將他的家奉獻出來 來接待主 為什麼西門會將自己的屋子 奉獻出來接待主呢 就是報答主耶穌的恩典 就是要報答主的恩典 為什麼一個人會來報答主耶穌的恩典 為什麼一個人會來報答主的恩典 因為他是在輸贏的人 因為他是受到神恩典的人 他是思想恩典的人 一個輸贏的人絕對是一個感恩的人 一個失恩的人絕對是一個感恩的人 一個感恩的人絕對是一個報恩的人 感恩的人也肯定是個報恩的人 我們來看路加福音17章11節 我們看路加福音17章11節 路加福音17章11節 路加福音17章11節 17章11節 17章11節 野蘇翁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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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 就都回来大生 全英雄合身 16日 他又拍赫在亚索的家庭 感谢他 这人是三妈二人 17日 亚索说 结成的不是十的人吗 那个九个在堕围呢 18日 除了这个五十人 才没有百人 都回来全英雄合身吗 19日 就对那个人说 起来 十啊走吧 你的心 救了你 这记载说 有生十个大胎高的人 在这里记载 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 来 求亚索来依赌因 来求耶稣医治他们 亚索啊 依赌因 耶稣医治了他们 叫他们将身体去 祭祀查看 叫他们将身体去给祭祀查看 亚索也按照东西 立法来规定 耶稣有按照当时律法规定 这个大胎高有结症没结症 要去祭祀查看 大麻风的捷径不捷径 要给祭祀来查看 所以 虽然是神所设立的 但是亚索也是按照律法 做奉用 做奉用 做给我们看 律法虽然是神所设立的 但是耶稣依然依照 他们去祭祀查看的时候 他们的大胎高就得到结症 当他们去给祭祀查看的时候 他们的大麻风就得到 这特别记载说 当中一个法家说 自己已经专入了 在这里记载 其中有一个发现 自己已经痊愈了 就赶紧的回来找耶稣 伯伯在耶稣前感谢他 但是十个人 这两个人回来了而已 但是十个人之中 只有这一个回来 所以耶稣就问说 结症不是十个人吗 其他九个人呢 耶稣就问说 接近的不是十个吗 怎么其他九个呢 所以我们不能做 其他九个人呢 所以我们不当做 那其他九位 我们要做一个 输因感恩的人呢 我们要做一个 施恩感恩的人 这样我们才能够来报答 主耶稣的恩典 施恩感恩恩上在 恩常在 如果一个不知珍惜 不知感恩恩典的人 他以后就没办法 再得到恩典了 他就没有办法再得到恩典 因为他不会输因 不感恩 不知珍惜恩典了 因为他不会施恩 不会感恩 不会珍惜恩典 所以罗伯 这个都会感谢耶稣的人 又得到主耶稣 加倍的恩典了 所以这个回来感谢耶稣的人 又得到加倍的恩典 其他九个人 是身体得到余地而已 其他的人只有得到身体上的医治 但是这个人呢 但是这个人呢 最后最后收解说 最后主耶稣告诉他 十九十 十九节 说起来走吧 说起来走吧 你的心救了你 你的心救了你 不是你的身体这就救了你 不只是你的身体得到救赎 你的灵魂也这就救了你 你的灵魂也同时得到 因为你的心救了你 因为你的心救了你 以前是耶稣因典 救了你的身体 健康 前面是耶稣的恩典 救了他的身体健康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 会感念主恩典的人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 感念主恩典的人 就像这个世文同样 就像这个西门一样 为主耶稣来预备 为了主耶稣来预备 我们看四篇116篇 看诗篇116篇 诗篇118篇10 理枸 诗篇116篇12节 诗篇116篇12节 12节 我拿什么报答姚花 向我所属一切的效应 13节 我要记起求你的牌 成荣姚花的名 14节 我要在众民的民情 向姚花姚花的院 17节 我要以感谢委杰献给你 又要求个姚花的名 这作诗的人 他这样说 这里作诗的人这么说 我要拿什么来报答 主要说 报答神一切的效应 我要拿什么来报答 主耶稣一切的后恩呢 这个人是辞恩的人 这个人是施恩的人 所以他是一个感恩的人 所以他是感恩的人 所以现在他说 他要报答神的因点 他现在说 要来报答主的恩典 神的因点多少 神的恩典多大呢 他说不完 他说不完 所以他用一切的后恩 来做代表 所以他说 他用一切的后恩 神的恩典很多很多 说不完一切 神的恩典很多很多 神的恩典到底多大 神的恩典到底有多大 他说效应 很厚的 他说厚恩 非常的厚 所以一个思想 一个恩典的人 他幽然 就为他心中发出 要报答主的心志 一个思想恩典的人 从内心 由然而生 报答主的心志 所以十三十一后 他就说 我要怎样 我要怎样 十三节之后就说 我要怎样 我要怎样 我要来报答主的恩典 我要来报答主的恩典 我要来做工 我要来做工 我要热心聚会 我要奉献 是我要做 不是人跟你说 你就要做新工 是我要做 我要做 而不是告诉 别人说你 当然去做 不是别人跟你说 不是别人来告诉你 你主要所有恩典 在你家里那些 你主的恩典 在你家中这么多 在你的身份这么多 在你的身上这么多 你要做工 报答主要所有恩典 你应当做工 报答主的恩典 这是人跟我们说的 这是别人告诉我们的 不是 是我自己告诉自己的 是我自己告诉自己的 我要怎样 我要怎样做 我应当怎么做 我要怎么做 虽然的人就是这样 施恩的人会是这样 所以这个世文也是这样 这个西门也是如此 主要说来到 北大尼那个所在 主耶稣来到 伯大尼这个地方 哇 世文就 把握机会了啦 西门就把握机会 将主要说 接到他的家里 来为他所 将主耶稣接到他家中 来为他预备 这是第一个人物 这是第一个人物 西门的预备 西门的预备 第二个人物 第二个人物 马大的事后 看到回来 约翰诺音十二章第二节 翻回来 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节 刚刚做记号的那条线 拉回来就好 约翰诺音十二章第二节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节 有人在那个所在家 亚素预备演员 是马大属后 这国有人预备 也有人属后啦 这里说有人预备 也有人伺候 这个人就是马大 这个人就是马大 让我们看到马大的一项手 让我们看到马大的一双手 马大在四方上面 有中心 有进步 马大在四方上有长进 他没有在这个福室的属上 这样退下来 他没有在服饰的道路上退下来 我们看到的 马大现在过去有你福室 我们现在看 没做生长了 没你福室了 我们可以看到 教会中很多之前在做圣工的人 现在没有在做 马大以前的福室 现在也是福室 马大之前服饰 现在也还是服饰 没在福室的这个队屋上面 退下来 没要做 没有在福室的这个队屋上面 退下不做了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福室上有中心 有进步 因为他在福室上有长进进步 他在福室上有长进进步 他在福室上 这样越遜风越甘甜 他在福室上体会越是风越甘甜 是这个乡修福室 不是喝乡修福室 是享受福室 而不是人受福室 马大也曾经在福室上 尽管做到心中非常的 凡乱买愿 马大也曾经在福室上面 做到心中凡乱买愿 我们看 六九福音第十章 我们看 这个现代名叫做马里亚 在亚索卡情 折到听她的导 四十日 马大属后的书坐 心来梦乱 就近情来说主啊 我的现代老老我个人 属后 你不在意妈 请婚夫 来帮助我 四十日 亚索回答说 马大 fact 你为 Kiss 这些事情修理完了 四十二十 但是不可救的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得最好的福分 是不能离开的 这里记载有一回 亚苏来到玛大营所大的村庄 这里记载有一回 耶稣来到玛大他们住的村庄 这样说 玛大就趕快接亚苏去他的家 玛大就急忙的接待耶稣到他家里 他就很快哦 阿皇这么忙要来接待亚苏 他就非常急忙的忙乱的来接待耶稣 结果无应一段时间后 我妈妈都坐在亚苏的家庄 你听到你了 在忙一段落之后 发现怎么我妹妹一直坐在耶稣 他一个人这样无应计察 他自己一个忙的交头烂尔 心中就在怀了 还看到这个村庄 所以让他想起了 心中就在怀了 还看到这个场面 就让他觉得生气 所以就糟糕亚苏的面前 跟亚苏说了 就跑到耶稣面前来告诉他 你看亚苏我这么没用 我妹妹说帮我一个人 这没用了 你看耶稣我这么忙 我妹妹放我一个人在那边忙 你不在意吗 你难道不在意吗 请你叫我妹妹来帮助我 请你叫我的妹妹来帮助我 这样可见这件事 上面麻大非常在意 可见嘛 大家在这件事上非常的在意 所以他做到很煩乱 埋完 所以他做得非常的忙乱埋怨 这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样可见 麻大非常在意 这样看来麻大非常的在意 所以他问耶稣说你不在意吗 所以他问耶稣说你不在意吗 好啊我们就用 他问亚苏的话 我们来思想 我们就用他问耶稣的话来思想 我们服侍神是用自己所在意的 这样可见麻大用自己所在意的 就是他自己的想法 他自己的做法来做 这样可见麻大是用自己在意自己的想法来做 他觉得这样是正确的 他觉得这样是正确的 应该这样做 应当如此心 主也应该是这样想法 跟我想法同样 主也应该与我的想法相同 所以他问主也说你不在意吗 所以他问主耶稣说你不在意吗 我很在意你不在意吗 我很在意你不在意吗 但是主也说在意 在意他所在意的吗 但是主耶稣在意他所在意的吗 所以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想法来服侍主 所以我们不应当用自己的想法来服侍神 我们要用主的想法 主在意的来服侍主 我们要用主所在意主的想法来服侍神 如果我们像麻大做到麻的 我们的感觉做到很烦 否则我们就只会像麻大一样做得很 你老买完批评 而且埋怨又批评 因为这件事你很在意 因为这件事你很在意 别人都没有这种的想法 这种的做法 别人就没有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做法 我自己没有用而已 都只有我自己在忙 别人都没有照自己的想法 别人都没有照自己的想法 所以有人说 所以有人说 干脆不要做了 他来跟主耶稣说的时候 主耶稣没有责备他 但是主耶稣是给他教导的 但是主是来教导的 主耶稣不是说 主耶稣没有告诉他说 你做这件事不好 41节 耶稣和他说 麻大麻大你为很多的事 输你烦了 耶稣给他提醒 耶稣提醒他 耶稣给他教导 耶稣教导他 主耶稣这件事本身就是好的 服事这件事本身是好的 也是应该做的 也是应当去做的 但是他说 你为很多的事 输你烦了 但是他告诉他 你为非常多的事 私利烦恼 但是不可少的 只有一件 但是不可少的 只有一件 不可少的 只有一件 意思就是说 最重要的 不可少的 只有一件 意思是最重要的 当然不是说 这些服事不重要 当然不是说服事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是什么 他说麻大已经 选得了最好的福分 他说麻大已经选择了 那上好的福分 就是跟我们的主建立亲密的关系 就是与我们的主建立亲密的关系 不是说 哇 大家都欧玛丽亚 什么都没做 就坐来听道理就好了 不是说 我们大家都学麻大 什么都不用做 做起来听道理就好 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 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 他说麻大已经选到 最好的福分 他说麻大已经选了上好的福分 这样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夺走的 这样的福分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 就是跟我们的主建立亲密的关系 就是与我们的主建立亲密的关系 跟我们的主建立亲密的关系 自然二年 我们就做福塞了 这做自然的 当建立了这个亲密的关系 就自然会来服事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跟我们的主建立亲密的关系 我们的主建立亲密的关系 如果没有进步 没有在灵修 但我们如果没有建立这个关系 没有在道理上进步 没有灵修 跟我们做福塞而已 只有服事而已 都没有在灵修 都没有在灵修 主会都没有看人 但是做工都没有看人 聚会都不看人 但是服事的时候都有看到人 有的教会也是这样 主会也没有看人 他上口才出现 有的教会也是如此 不是有的教会 教员 有的教员也是这样在 平常是没有在祝福 平常时候没有在聚会 上口的时候他才出现 在上课的时候才出现 他才来教孩子 他才来教小孩 也奇怪 这也奇怪 要做福塞而已 没有在灵修 只要服事而不灵修 所以主要所在这里说 福塞和灵修要并行 所以这里耶稣说 服事和灵修要并行 而且灵修是福塞的一个根基 而且灵修是服事的根基 如果我们没有做好灵修 我们学医到最后会发愿言 买愿 若我们没有做好灵修 服事到最后会发愿 颜色买愿 做到我们很在意 做到后面会很在意 但是都没有在意 主要所在意 但是却没有在意主耶稣所在意的 所以在这里主要所 我把马达教导 在这里主耶稣教导的马达 不可少的只有一间 不可少的只有一间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马达进步 在这个过程中马达进步了 他不是说 主要说我做到 做到这么辛苦 你都没有把我鼓勵一下 他不再像说 主耶稣我做得这么辛苦 没有给我鼓勵一下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没有苦劳也做得很疲劳 他跟我说 我为了很多事情 受理烦恼 却告诉我 我为了许多事 受理烦恼 马达听进去了 马达停进去了 所以他进步了 所以他进步了 所以你给我们看 他继续做学生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他继续的来服事 他没有说 之前主要说 我跟他说 我刚才不忙做了 我怎么来我妹妹 我怎么坐在那里就好了 他并没有说 主耶稣这样告诉我 干脆不要做了 学妹妹坐在那里 他继续做 他继续的做 在这里他做得很快乐 而且他做得很快乐 没穿过去 虽然你做得很快乐 不再像过去 虽然有做 但是不快乐 所以 歇文以逼 所以西门的预备 马达来做学生 马达的服事 我们看彼得前书四章第九节 我们看彼得前书四章 彼得前书四章第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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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爱获胜宽带 无法幻言第十节 国人要照着所有的因素 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四章 作成百担因素的好关系 这里说我们要彼此款待就是服事 这里说我们要彼此款待就是服事 我来服事你 你来服事我 我来服事你 你来服事我 按照行说书 我们国人的因素 按照神所赐给我们个人的恩赐 马达的恩赐就是做服事 马达的恩赐就是服事 服事的相手 服事的双手 所以他继续做服事 所以他继续的来服事 这里说互相款待 无法幻言 这里说互相款待不发怨言 为什么会发怨言 为什么会发怨言呢 就是没有互相款待 就是没有互相款待 如果互相款待 就没有发怨言 若有互相款待 就不会有下面这句 不发怨言 因为我很在意 你也很在意 因为我很在意 你也很在意 我很在意我的想法 我的做法 我很在意我的想法 我的做法 你也很在意你的想法做法 所以我们就大家 虽然都在做 但是大家都做得很不快乐 虽然有在做 但是大家却做得很不快乐 我们大家都 像妈大家同样 走去主要所面前说 主啊你不在意吗 我们大家都跑到 主耶稣面前 像马达这样说 主啊你不在意吗 整个基督都走主要所在祷 我祷你 祷我 主要所你不在意吗 祷告的时候 都跑到耶稣面前 投诉对方 我做在意的 主要所 我很在意的 主耶稣 主耶稣在意的是什么 主耶稣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彼此款待 就是我们彼此款待 无法怨言 不法怨言 国人照所得的因素 彼此福世 各人照所得的恩赐 彼此福世 做神因素 百般因素的好管家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就是主耶稣的好伯人 就是主耶稣的好仆人 这是玛台的暑号 这是玛大的侍奉 第三个人物 第三个人物 垃杀路的外建政 拉撒路的火箭阵 看到回来 约路音12章第2节 所以寄给那条线给他寄回来 第2节 有人在那里把亚苏以臂 原是玛台属号 垃杀路 他也在那个东亚苏坐人当中 这里说到拉撒路也坐在当中 这描写说 那各生像他没做什么 这看起来好像他没有做什么 西门玉贝 西门玉贝 玛台 玛台 玛大福士 玛丽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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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膏 垃杀路是做什么 拉撒路做什么呢 圣经描述说 他也在那些人当中 圣经描述说 他也在这些人当中 东亚苏 在东亚苏坐人当中 所以他也坐在那里 他也是坐在那里面 这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虽然垃杀路坐在那边 但是那就是活见证 垃杀路的活见证 垃杀路的活见证 垃杀路的技术 我们非常清楚 垃杀路的技术 我们非常清楚 一圣经破坝 他曾经生病 然后 病死 而且病死 然后耶稣叫他复活 为什么他会伤病 为什么他会生病呢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 约翰路音11章第一节 约翰福音第11章 约翰路音11章第一节 约翰福音11章第一节 有一个伤病人 名叫做垃杀路 躲在碑台里 就是玛丽亚 跟他这个玛丽亚春征第二节 这个玛丽亚就是用那个香菇 锅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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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他问七一咖的 破坑的是垃杀路 是他的兄弟第三节 他只要两个人就车人去见 亚索说 主啊 你所的人病 第四节 亚索听见就说 这个病没得到死 乃是为神的营业 救神的子 因处得营业 第五节 亚索说来爱妈 那大家跟他的烧麦 并垃杀路 只要说 有一会垃杀路破坑 这里说 拉杀路有一次患病了 他两个姐姐 趕快找人去找亚索 他两个姐姐赶快找人 去找耶稣 怎样说 怎么说 主啊 你所爱的人病了 主啊 你所爱的人病了 我要理想这句话 我一直在想这句话 要说这句话不简单 要讲这句话不简单 他自己很肯定 我们这家人是 主耶稣所爱的人 我们这一家人 是主耶稣所爱的 我们弟弟是 主耶稣所爱的人 我的弟弟是 主耶稣所爱的人 所以切人去跟耶稣说 主啊 你所爱的人破坑了啦 所以差人去 请耶稣来 跟他说 主啊 你所爱的人生病了 为什么他们敢这样说 为什么他敢这样说呢 为什么耶稣爱这家人 为什么耶稣爱这家人 因为这家人很爱主耶稣的啦 因为这家人很爱主耶稣 这句话也让我们来思想 这句话也让我们来思想 主爱的人也会破坑 主爱的人也会生病 我不是主耶稣所爱的人 我不是主耶稣所爱的人 我才会遇到困难 我怎么会遇到困难呢 我还会破坑 我怎么还会生病呢 没错我这么爱主耶稣 枉费我这么爱耶稣 主耶稣有爱我吗 耶稣有爱我吗 所以他们说这句话也没有怨言耶 所以他讲了这句话 他也没有怨言 主啊 你所爱的人生病了 主啊 你所爱的人生病了 叫主耶稣冠近来啊 请主耶稣赶快来 然后耶稣就 把那个差来的人说 你当时跟他们说 耶稣就对那个差来的人说 你当时跟他们说 这个病没有在到死吗 你回去告诉他们 这个病不至于死 但是事实上他撒入病死了 为什么耶稣说这个病没有在到死吗 为什么耶稣说这个病不至于死呢 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因为主罗位又叫他服活嘛 因为主后面又叫他的复活 所以才说没有在到死亡 所以他说不至于死 为什么让他生病死亡服活呢 为什么让他生病死亡复活呢 所以说乃是为神的荣耀 乃是为了神的荣耀 乃是为了神的荣耀 如果我们是拉撒路 如果我们是拉撒路 就是这样 所以第五十 特别这样强调 第五节特别这样强调 所以耶稣说 说耶稣平常就爱这家人 所以耶稣平常就爱这家人 所以现在荣耀路坐在那个地方 所以拉撒路现在坐在那个地方 就是活的见证 就是活的见证 所以信仰要活见证 所以我们的信仰要活见证 到了后面有非常多人回来信耶稣 为什么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拉撒路的缘故 就是因为拉撒路的缘故 我们看约翰12章第九节 缘证12章第九节 原福音12章第九节 第九节有很多犹太人 知道耶稣在那个地方就来了 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 也是为要看 他对西来所服务的 烈撒路第十节 但这个市场上去 連烈撒路也要抬了 十一节 因为有一些犹太人 为烈撒路的缘故 都等于信了耶稣 所以后面许多人回来信耶稣 所以后面许多人回来信耶稣 圣经特别说什么原因 说是因为烈撒路的缘故 就是因为拉撒路的缘故 就是他生病死亡复活 拉撒路要经历这种苦难 特别是一个神所爱的人 特别又是神所喜爱的人 但是我们看圣经 他们就是都接受神的旨意 但是我们看圣经 他们就是都遵照神的旨意 就像耶稣的妈妈玛利亚一样 就像耶稣的妈妈玛利亚一样 这样的事怎么能临到我身上呢 我还没出家呢 我还没出家呢 他担心的事情 落枚也真的发生啊 他担心的事后面也真的发生了 圣经记载说 若是一个疑人 圣经记载说 约瑟是个疑人 他说他未婚妻怀孕啊 直到未婚妻怀孕 想要暗暗把他收掉 不然他明明来收到他 想要暗暗的修他 不愿意明明的来修辱 所以他担心的事情 落枚也真的发生啊 所以他担心的事后面也真的发生了 落枚是那个天才家 要是说 他不是不正经的路主 他是对圣经怀孕 后来是天使来向 当下到六位 玛利亚说一句话 当下到的最后 玛利亚说了一句话 我是神的书女 我是神的使女 今晚照烈威 生就在我的神骨顶 请愿照着你的话 成就在我的身上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神的仆人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 今晚按照神的机意 生存在我们的神骨顶 请愿照着神的旨意 成就在我们身上 这个 垃圾楼就是这样 拉撒路就是这样 所以 虽然他坐在 那些人当中 虽然他坐在坐席的人当中 感觉上 他像我都没做什么 感觉上他没有做什么 但是他坐在那里 就是活见证 但是他坐在那里 就是活见证 生命的活见证 生命的活见证 看菲利比书第一章 看菲利比书第一章 第一章 菲利比书第一章二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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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所说的 保罗的心智 保罗所说 保罗的心智 跟这个蠟薩罗 同样 和这个拉撒路一样 无论是生 无论是死 不论是生或死 宗教基督在我的神福顶照尚显大 宗教基督在我身上造显为大 就是在我们的神福顶 在我们的生活世面当中来营养神 就是在我们生活上 生活当中来荣耀神 所以保罗说 照我所遇忘的无一件事 叫我建设 所以保罗说 照我所盼望的事 没有一件叫我 虽然拉撒路曾经生病死亡 虽然拉撒路曾经生病死亡 主所爱的人也会生病 主所爱的人也会死亡 主所爱的人也会死亡 很建设 这样不是很丢脸吗 你们压缩怎么爱你 不知你们这么爱你的主压缩 这样耶稣要爱你吗 耶稣 所以保罗说 没有一件事叫我建设 所以保罗说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 这个垃撒路也是这样 这个拉撒路也属于 所以为什么这间家里会满了香气 所以为什么这个家里会满了香气呢 不是咬那个香果的香气而已 不只是香膏的香气 有人以别的香气 有人预备的香气 有人服饰的香气 有人服饰的香气 有人是哇健全的香气 有人是活见证的香气 所以这间家里才会满了香气 所以这间屋子才会满的香气 第四个人物 第四个人物 玛利亚的一颗心 玛利亚的一颗心 看到回来 约路音十二章第三节 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三节 第三节 玛利亚就拿着一斤 极杞的极杞的极杞 一盘枸 抹亚索的架 用自己的盘枕去 出来就抹了枸的香气 玛利亚的一颗心 玛利亚的一颗心 爱主的心 爱主的心 打破玉瓶 打破玉瓶 毫无保留 毫无保留 将这个枸来抹在亚索的架 将这个枸来抹在耶稣的脚 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 头发是女人的荣耀 用她的荣耀去擦牙梳的脚 用她的荣耀来擦耶稣的脚 真哪打香膏 是当时这个 女人为自己要出嫁 所异比的极杞 是当时的女人为自己 出嫁所预备的架妆 就是要出嫁那一天 来抹这个真哪打香膏 就是在出嫁那一天 来抹这个真哪打香膏 这个极杞的真哪打香膏 这个极杞的真哪打香膏 按照当时的价值 按照当时的价值 大概是一年的工资 大概是一年的工资 她是为自己出嫁所预备的 她是为了她预备的 出嫁所预备的 但是现在主要所需要 但是现在主耶稣需要 所以毫无考虑 毫无保留 所以她毫无考虑 毫无保留 将这个香膏打破 我们用这个香膏来打破 我们看马可福音十四章 我们看马可福音十四章 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章 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章 十四章第三章 亚衰在毛台年生大台高的 生亡出来解释的时候 有一个如人 拿到一个玉盆 倒一些出来 其实倒一些出来很香 其实倒一些出来就很香了 她不是用倒的 她是打破 她不是用倒的 她是打破 代表她的心智 代表她的心智 就是毫无保留 就是毫无保留 所以我们为主耶稣所做的 所以我们为主耶稣所做的 主耶稣所给我们看的 主耶稣所看的 不是说我们为主耶稣做了多少 并不是我们为主耶稣做了多少 是我们为自己保留多少 是我们为自己保留的多少 主耶稣所爱我们 毫无保留 毫无保留 将祂的生命都愿意为我们赏了 祂的生命都愿意为我们舍了 那我们有什么不愿意 来给主耶稣呢 我们有什么不愿意来给主耶稣的呢 所以玛利亚打破这个玉盆 所以玛利亚打破这个玉瓶 来告耶稣 来告耶稣 我们要服事主要把握机会 我们要服事主要把握机会 机会怎么过去 以后想要再做就没机会了 机会如果过以后要做就没了 圣经记载说 六位也有几个婚人人 圣经记载后面也有几位妇人 也叫做玛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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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来告耶稣 也要来告耶稣 但是没机会了 但是没有机会了 看马可福音十六章 看马可福音十六章 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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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来到喷门那第三十 比如说谁跟我们 中酒头对门 门跟冚开呢 第四十 那个酒头我来枕担 他们丫头一看 屈肯那个酒头已经冚开了 第五十 他们进了喷门 看到一个年轻人坐在这边 穿着背包就很惊喜 第六十 年轻人对他们说 不免惊喜 你们要顺遇 那个顶时未够的 那三个人 耶穌已經獲罰了 無在這個地方 請看安鳳的地方 只要說水耶穌 他受害之後 這裡說到主耶穌受害之後 也有這個 沒帶領的馬利亞 跟幾個婦人人 有某大拿的馬利亞 和幾個婦人 買了香膏要來告耶穌 買了香膏要來告耶穌 但是沒有機會了 但是沒有機會了 主耶穌已經從死來獲罰了 主耶穌已經從死裡復活 所以我們要把握機會做勝功 所以我們要把握機會做勝功 我們如果沒有把握機會 以後可能就沒有機會了 我們如果不把握 以後可能就沒有機會了 就像這些婦人一樣 就像這些婦人一樣 看格林多後書八章十二節 看格林多後書八章十二節 格林多後書八章十二節 格林多後書八章十二節 十二節 因為人如果願意做的心 比較夢願樂 哪是教育所有的病 不是教育所有無的 人若願意做的心 人若有願作的心 比較夢神願樂 必蒙神悅納 所以家裡就抹了香氣了 所以屋內就滿了香氣 這個香氣就在 色靈裡面就是神的願樂 這個香氣在屬林裡面 就是神的悅納 就像這個馬利亞的一顆心一樣 就像馬利亞的一顆心 他打破玉瓶 他打破了玉瓶 將股膠在牙索頭上到牙索的腳 將膏抹在主耶穌的頭和他的腳 這說是教育所有的 不是教育所有的 這裡說是照他所有的 而不是照他所沒有的 沒錯 這種 哪達香膏是這麼貴重的 真有價格這麼貴重的香膏 沒錯 真拿到香膏是很貴重的 但是這也是馬利亞所擁有的 但這也是馬利亞所擁有的 所以這裡說 我們做聖鋼 做學生的態度 我們的心態是什麼 所以這裡說 我們做聖功服事的態度是什麼 中間就是有一個願意做的心 最重要的是 以可願意做的心 是教育所有的 不是教育所有的 是照他所有的 不是照他所沒有的 這樣比較夢 祝 願樂 這樣必蒙神悅納 出來就抹了香氣 屋內就滿了香氣 第五個人物 第五個人物 幽大的香氣 有大的生氣 這是一個很衝突的一個圍面 這是一個非常衝突的畫面 當 出來抹了 高的香氣的時候 當屋內滿了香膏的香氣時 說這境人一個人在想氣啦 竟然有一個人在生氣 這跟這個圍面實在很衝突的 這個畫面實在非常衝突 我們看 剛才的幽大音 十二中第四節 我們看回來 約安福音第十二章第四節 第四節 有一個文章 就是那個中買賣 雅蘇的自己人 雅台說 這個香膏為什麼不買賣 三十兩元 來親自三鄉人呢 在這裡記載 看第五節 這個香膏為什麼不買賣 三十兩元 親自三鄉人呢 這個 這個 幽大 在當下他就說話了 這個 這個郵大在當下就說話了 他這麼想起 很生氣 他用 這個 憲俗來評評美俗 他用善事來批評美式 他說為什麼這麼浪費 為什麼這麼浪費呢 為什麼不買賣 這個高級賣 三十兩元 來 來親自三鄉人 為什麼不把這個高拿去賣 三十兩來拯救 可以幫助很多人耶 可以幫助很多窮人 你把他打破了 你只做一個人的生活頂啊 你只做給一個人 表面聽起來很有道理耶 表面聽起來很有道理 但是喔 但是真理會顯露出人心裡的動機 所以第六節就是喔 真理來顯出 猶大 心來的動機 第六節就是 是真理 雖然他嘴巴上說的 沒不對啦 雖然他嘴巴上所講的 幫助貧窮人 對啊 幫助貧窮人 沒錯 第六節這樣說 他說這位不是掛念三鄉人 他說這話並不是掛念 因為他是一個賊 因為他是個賊 他常常偷拿錢 人代理的錢 所以 在他的生活裡面是說 啊 這三十兩銀是有夠沒差的 在他的想法是 這三十兩銀子 非常的可惜 這樣就浪費了 這三十兩銀 可以帶我 落地裡面不知道多好呢 這三十兩又 若放在我的口袋裡有多好啊 其實你的生活是這樣啦 其實他的想法是這樣 有時候他嘴巴說 啊 來真正散充人 並不是像他所講的 來拯救貧窮人 所以真理會顯露出人心裡的動機 所以真理會顯露出人心裡的動機 看馬可福音十四章 看馬可福音十四章 馬可福音十四章第四節 馬可福音十四章第四節 第四節 第四節 有過人心中真無發起說 好用這個人的 王妃香菇呢 第五節 這個香菇可以賣三十多銀元 很多善良人 他們就向那個努力來想起 這特別說 他們不但是批評 這裡說 他們不但批評 年後對馬利亞想起 而且對馬利亞來生氣 但是當下 家裡是抹完後的香氣 但是當下屋內是滿了香氣 大家都很開心 大家都很開心 跟這個人很不開心 只有這個人很不開心 為什麼呢 這三十兩銀子都放在他的口袋有多好 所以真理顯出了由大心理的動機 所以真理顯出了由大心理的動機 然後亞蘇來為馬利亞說話 然後耶穌來為馬利亞說話 第六節 亞蘇說 由他吧 為什麼為難利呢 因為我身份上做的是一間美書第七節 因為上有善良人跟你們同在 要向他們驚訝隨時都可以 只是你們沒有上有我第八節 他所做的是真理他能做的 他是為我安葬的事情 將香菇義仙教在我的身份上 第九節 我實在跟你們說 普天之下無論在什麼地方 團這個福音也要述隨這個流量所做的 來做紀念 亞蘇跟由大公 耶穌告訴我由大 為什麼為難利呢 為什麼為難他呢 所以為難現在我們做信仰也是都受為難 所以我們做慎功也常受為難 表面上看起來理由很正當 表面上看來理由非常正當 用善事來批評美書 用善事來批評美式 很多善良人是善事 周際貧窮人是善事 但是亞蘇說 馬利亞蘇做的是一件美式 但是耶穌說 馬利亞蘇做的是一件美式 亞蘇所看是美式 但是由大看是賣事 耶穌所看是美式 但是由大看是壞式 所以他就批評 他就想起了 所以他們就批評生氣 亞蘇說 要是怕善 隨時有善良人跟你們同在 耶穌說要行善 隨時有貧窮人 但是你們不想有我 但你們不常有我 所以柔台當時這個想起了 所以柔大那個時候的生氣 說破壞後這家裡的香氣 反而破壞了這個屋內的香氣 所以也做我們一個生疏 所以也做我們一個行事 我們說了怎麼像按照表面做事情的方式 看怎麼像是對的 有時候我們說的做的好像在表面上是對的 所以如果要按照表面看起來 柔台當有說了沒錯 我們如果來看 柔大難道有講錯嗎 金潔善良人對 拯救貧窮人是對的 但是他用善事來批評美式 但是他用善事來批評美式 所以他心中非常生氣 所以他心中非常的生氣 所以就將他心中的怒氣顯露出來 所以就將他心中的怒氣顯露出來 最後我來做結論 在最後結論 看哥林多後書二章十四節 哥林多後書二章十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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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章十四節 二章十四節 感謝神上帥領 我們在基督裡面看聲 並且就我們在國處 兼用他們人物基督裡有的帆氣 這裡保羅這樣說 這裡保羅這樣提到 他說 我們都可以靠 亞蘇基督來得勝 說我們都可以靠著 耶穌基督來得勝 我們在國處 來顯援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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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援 motives 要外言 所以我們不論到哪裡 我们要让我们的屋里满了香气 让我们的家庭满了香气 让教会这个属于大家庭满了香气 让我们去上班的地方满了香气 靠着率领我们的耶稣基督 在各处显扬耶稣基督的新香之气 让家庭满了香气 唱诗